字幕提供 新科技指数大家知道几个悲哀 连跌了三季 最新的第三季是厌重 博恒恒生指数跌了25% 因为没有那么多数据 那么长的数据参考 但是外面的人会问你 其实我整个手都还在这些 正在捱帮 是不是 有些可能低位卖的 都逐渐接近自己的买入价 那么第四季 如何去摸这帮大佬的股份 究竟是到尾呢 两样东西先看 纯粹看新经济 恒生科技指数 这个指数 我也不知道底在哪里才对 不是单止数据问 给个数字大家来参考 今年2021年 现在这一刻 那个恒生科技指数 其实都接近近43倍 不要说今年 明年29倍 29倍 算是便宜还是贵 放入恒指 说现在10倍多 当然是贵 但是就算是纳指 纳指现在是27 不差很远 你恒生科技指数 凭什么比纳指 你已经觉得是贵的了 但是要记住 我们恒科里面 其实就包含了很多 不太赚钱的 也都 直接没有钱赚的 也有很多 没有钱赚的 比重也有些乱狼 所以纯粹这个指数 很老实说是比较弱 一些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愿意看 那些龙头的科技股 自己的市盈率 有很多 如果我们先看看这个 最大的 这个 我们用ATXJ 亚里、腾讯、小米、京东 有人会问 为什么你不加上M 因为M没有盈利 很难 没有自认率 不重要 其实我们只想用一个概念 综合我们龙头的新经济股 究竟是便宜还是贵 跌得多便宜 不是可以这样的 看回你的图 很直接 我们看到去年 疫情的低位 这帮龙头科技股 加上了21倍左右 不断升 今年曾去过三十多 早率8月尾 高过21.7 跟去年的最多是差不多 好了 去到上个星期四 22.7倍 今天再跌了一点 22倍左右 至少我知道我们有个概念 就是说 就算不是已经见底 都应该不会差得太多 舒服一点 是啊 起码不是说 原来现在还是三十多 那就糟了 不知道还要跌多少 这个和泊内的恒生科技 都是差一点 这一批是便宜一点 龙头那些反应是便宜一点 我的判断就是说 始终有个监管 就是那个政策上 你想回到三十多 不要想着 这个真是伤了个心 吓了很多 怕不怕 其实第一季之后 这帮大佬的盈利预测 已经被大行刮到看无缘故 其实两件事 现在你觉得到接近尾声了吗 接近尾声了 刚才Debbie说的那件事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几只都是 除了一只小米 它的盈利是向上之外 其他一大堆都是向下 就着真的和监管 或者经济问题 最近好消息就是 没有再继续下去 但是我想都要很留心 接近第三季 第四季 尤其是这两季的业绩 出来的outlook会是怎样 有没有需要再减 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突然间 你接触的客户 现在有没有人再说这些股份 你明白 也挺有意思的 你明白我为什么会问这一件事 挺有趣的 我早两个星期 我自己公司 搞了个研讨会 那我们是有 我们客户可以直接打个问题进来 是 没有啊 你觉得对啊 那没有消息 我真的没有问 反而问什么呢 问领展 是的 问吉里 就是这些 那些ATMX 没有人问 你觉得挺对的 这个也是 为什么其中一件事 我会看 除了估值 除了统计数字之外 情绪 我觉得也挺悲观 就是说 说来也浪费了 不要说了 那就离底不远 很多时候 有这样的机会 不是说 不是 是 不过我觉得 从经验去看 对 以前 例如做电视台 你会收到很多 封烟 对 那你大概 这么多年来摸的一个感觉 没错 当电话数量跌到 只剩一两个 当大家 分析业都被炒了 那 其实就 真是一些市场的指标 但希望这个图 都给到一个参考 大家就说 我们希望 都不会争得 就是太远 希望 请不吝点赞